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链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低一点 它基本上是放手反击 打得非常好 心态也比较放松 不吹犯规也就一瘫手 球门右侧的角度 远路这边一对一 双人包夹 来个人球封过 摆脱回来 技术上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快要动 哎 漂亮 这个球是出了犯规 抹当过人 看这边 虚晃一枪 左脚发到最前 这次到了毛剑青的头上 可能前面有虚晃一枪 对对对 有准备冲突 左脚开出蹭了一下 想蹭了一下 中路这边 做一个小环 漂亮 到了军局里边 这球被门将扑了出来 还有机会 屋顶的位置 做一个过渡 有一些拖沓呀 中路冰岛已经是 不及了重兵来进行补防 再来看看中国队这次 最有威胁的一个进攻配合 中路做一个直塞过渡 前插打门的是回家康 右路 这球应该塞得再快一点 看这边 转移一下 好的 戴维的远射也都有了 对 这球送的速度 再快一点就好 下半时比赛 中国队是做出了 人员上的调整 先来看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 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下半时比赛 毛剑青是被换下 换上的是10号胡人天 好安呀 这球也可惜 又是邓汉文的射门 这次换成了右脚 单 单后腰的防守 包括中国推进 义鸿博上前 通常 现在看到这次 打到地区 大翻译转移球给到左边路 看看这边抬头找人 还是长转球 现在这边打门的机会 门前的鼓术 球进了 看一下有没有阅位啊 应该是进球有效 那么这样的话 在比赛 队完成长转的时候 感觉这个时候 后防线确实 杨战平这个转身 反正是慢了一点 9号没有阅位 没有阅位 替不登场的 风波加速 完成了进球 实际上下半场 冰岛队比上半场 要更积极 是攻出来了 再加上换了两个人之后 而且感觉下半时比赛 也不知道是我的错误 还是感觉中国队的防线 好像比上半时比赛变慢了 那是上半场人家没有攻击 我们承受的压力不够 定位球开到进去里边 第一点的争抢 这边杨善平 能够把球甩回来 外线加速 要强抄啊 看这一下 比约灯 我们这边再回到中间 奥马尔松 给后排插上的队友 我们回来的确实慢 这个球说实话 从冰岛的进攻角度来讲 有点太可惜了 看看范晓东 漂亮 这球抹了进去 今天范晓东一左一右 各有一次单击闯关 看看这边 不过这次中国队回防的速度 还比较快 人数已经是够了 看看这边 由自己单挑 这个球出现了一个折线 7号上门欲望很强 没错 你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边路是有一个大的空档 自己选择 单挑中国队的防线 这个丢球实际上还是来自于 15号池中国 他想打到自己的左边路 但球被中途断下 然后对手打了一个反击 虽然整个行程很长 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场上的中国队球员 挽回跑的能力已经很差 这个球按理来说以瞬一的 我们下车了